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 多文第一 阿难尊者 阿难陀 多文第一 简称阿难 阿难陀的意思呢 就是非常的喜庆欢喜 那么阿难陀是甘露梵王之子 他是提伯达多的弟弟 那么阿难陀是佛陀的堂弟 这个阿难陀呢 从小抱着出家的怨陀 曾经呢 他带实力家世 佛陀55岁的时候 他皈依佛陀 他年轻聪明 就是佛陀的堂弟 出家后 大家都把他推举为佛陀的四者 就是照顾佛陀 专心侍奉佛陀 行命不离 一直到佛陀 涅槃十指 他跟随佛陀前后二十五年 阿难陀 他记性非常好 凡是佛陀所讲过的法呀 他都能够 基督所明记不忘 在佛陀弟子当中 属他文法最多 因为他整天跟着佛陀 所以他文法第一嘛 所以呢 称他为多文第一 那么佛陀业叛之后 加设尊者为了保存佛法 因为佛陀当年有一千二百五十人聚嘛 有这么多弟子嘛 他找了四百九十九名 以证得阿罗汉的佛弟子 积极佛法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把佛陀 当年所讲的佛法 大家还在回忆啊 阿难呢 因未证得圣果 被拒绝在外 你看阿难的佛陀 生个这么少时间 居然被人家拒绝在外 但是阿难这个人特别好 他呢 非常没有生气 他为此生阿兰奎 觉得我们一起路好 然后呢 每天晚上永冷静静 终于在一夜之间 证得了阿罗汉 然后加入了 积极佛法的队伍 在大会上阿难 阿难呢 他把佛陀的经文呢 就是他的记忆这么好啊 就那么送出来了 四阿寒经 辟语经 法剧经 传过佛经 他对佛陀一生的 延传生教 和后世传播 做了不可磨灭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非常注定他 阿难呢 在佛弟子当中呢 才华出众 佛学渊博 而且他的人品 也是高洁不凡 当时呢 他被推选为佛陀的 身边的侍者的时候呢 为了避免嫌疑 他说 佛陀的新旧衣服 他不穿 受到佛陀的赞赏 成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好像佛陀的 供养个佛陀的东西 长大的身上来 那被人家要讲吗 因为你进水楼 才先得越吗 这个阿难这个人 姓非常好 非常温顺 待人谦和诚恳 他在佛弟子中 他的人才最好 尤其是女众 更喜欢与他接近 大家知道 过去佛陀是 没有收 比出你的 所有的和尚 佛家人 全部都是难做 但是就是佛陀的姨母 本来长得很漂亮 他后来学法维尼 一定要出家 你们知道是谁 帮佛提夫人 提出来的呢 就是阿难跟佛陀 他曾经请示佛陀 恩准其姨母 佛提夫人出家 所以在佛教圣坛当中 比丘尼的产生 女阿难在佛前 奔走呼吁 就是不是劝一次了 经常跟佛陀讲 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比丘尼 都要感恩阿难 王舍成 佛陀走了之后呢 大家都在提及 就是把佛陀的经文提及起来 阿难呢 就释出是弘法 阿难呢 就是说 二十年之后 他接替了 大家舍 佛陀 念凡之后 大家是尊者 就是人皆法 后来呢 他成为生团的 最大的领袖 这时候 阿难是六十六岁 阿难总之 他活了一二十岁 他目睹了 人世间的 我值深重 很痛苦啊 就像很多人 今天很高点 看了别人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是一个好人 你们要是看见 这个世界上 我与我杂理生我斗 今天骗这个 明天抢这个 你们会很心痛 而且这么多人 唯一佛法办事 这个时候呢 佛的大弟子 相继离世 就是佛啊 起个大弟子 慢慢地 一个人手标 阿难又活到一百二十岁 他就决意要涅槃 这个相传呢 他在即将 入灭的时候 也是在位于 印度恒河两岸的 摩基陀与 皮舍利 因为他要走了 他要灭盘了 他们两个国家 知道阿难要走了之后 要拿阿难的舍利 过去灭盘的 大和尚坐在那里 他走了 他身上后面的舍利 一刻都在偷游的 当年 如果谁拥有舍利的话 等于谁拥有佛法一样 他们就是打架了 大家要争 争阿难的舍利 你看阿难为了平息这个 一出激发的这个战争 阿难利用神通力 在恒河上空露面 用今天的话来讲 实际上 他的神势 在高峰当中 大家看得见 坐在天空 他自己上去之后 将自己的身体 分成两半 一半给摩基火 还有一个给皮舍利 让他们两个国家供养他 那么一场战争就平息 阿难灵涅磐石 还为众生作响 用现在话讲 就是佛教 要慈悲精神的体现 就是为了众生 所以我们不能 去吵不离间 让人家吵架 不开心 我们应该更好地去帮助 人要消灭 那些不好的想法 我们下方转异